唐太宗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次子 唐朝的第二位皇帝 他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结束的帝王 也是著名的政治军事家和诗人 他勤俭节约广泛纳建 百姓们安居乐业国财民安 圣唐也由此诞生 但是再英明的帝王也有暗黑的一面 李世民作为次子 本没有继承皇位的资格 但是因为功绩和威望大 太子李建成觉得他是个威胁 于是和四弟李元吉一起诬陷挤兑他 李世民为了自保在玄武门发动政变 但杀掉太子后 李世民为了抢夺皇位又做了三件荒唐事令人不耻 一屠杀亲侄子 李世民杀掉李建成和李元吉后 对他们的孩子怒下杀手 按以往的宫廷斗争来看 败者的后代最惨也就是关押和流放 而李世民则残忍地将他的亲侄子们一一除掉以绝后患 二威胁父皇退位 李世民兵变后 直接派手下的著名武将 玉池靖德冲进李元的皇宫里逼他退位 相传当时玉池靖德手持长矛微风凌凌闯闯进李元寝宫 用矛头直指着李元的脑袋 大声道 李建成和李元吉一死 你可以准备立李世民为太子 你年纪也大了准备退位吧 而没过多久 李元退位 李世民登基成为唐太宗 三霸占帝席 唐朝风气开放 例如唐太宗霸占帝席 唐高宗封树母为妃 唐玄宗抢娶儿媳 李世民杀掉李元吉后 得知他的弟媳妇杨氏十分美貌 于是就没有杀掉他 而杨氏与李世民的长孙皇后私交甚度 久而久之 李世民贪恋美色 不顾世俗眼光和大臣反对 把弟媳妇纳为妃子并有一子 三件事在如今看来荒唐无比 令人不耻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 也并不是不能理解 而且事实也证明 李世民是个好皇帝 有他这样的皇帝 对于百姓来说才是真正的姓氏 对于百姓氏是个好皇帝 更皇帝 有他自己的老窝 一遍 要能看 犯人是个好皇帝 感谢观看